由金门县议会议长洪云点、民意代表陈玉珍率领的金门县民意代表参访团 于8月20日抵达北京,就恢复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 加强金门与大陆交流合作等向有关部门表达意见建议 8月22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会见该团时表示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 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也将为台胞抬起扎根大陆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开辟更广空间 宋涛表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 两岸交流合作常态化,努力维护两岸同胞根本利益 大力支持厦门与金门融合发展,支持两地人民走近走亲 希望金门各界代表性人士 既为金门民众代言,也为两岸关系发声,坚持久二共识,反对台独 破除岛内对两岸交流合作设置的种种障碍 为促进闽台和两岸融合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红银点表示,金门与厦门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来自福建的源头活水,解决了金门长期缺水的困境 开创了两岸合作共建基础设施的模式 期盼两岸同胞共同规划和建设金下同城生活圈 为两地民众创造更多福祉 我们本来就是原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们现在喝的是湖店的水,它解决了我们的金门的干旱 也让我们两岸之间建过了一种基础建设的一个共识 所以将来这个机场共用,或者建桥,通桥,通水,通气,通电 这个是将来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 也在这里特别希望我们到我们的同胞 让我们就能来走一走,大家来建立感情 因为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 陈玉珍等表示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金门民众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反对台独 期盼与厦门等福建沿海地区融合发展 大陆已经宣布恢复福建居民赴马祖旅游 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赴金门旅游 为金门经济发展增加活力 我们希望可以开放到金门地区旅游 这个部分可以先行实施 两岸的观光 不管对我们台湾的旅游业者也好 或者大陆的这个人民也好 都是一个 第一个也是一个观光产业非常重要 有这么多的就业人口 第二个就是说有这么多的这个人员往来 事实上也对两岸的和平有帮助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部分可以赶快的这个推进 来自金门与台湾的旅游业代表 士兵企业负责人等表示 两岸本是一家人 今夏一日生活圈已然形成 但近年来受两岸关系变化和新冠疫情影响 大陆居民不能赴金门旅游 金门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 经济受到巨大伤害 金门旅游及相关行业 热切期盼恢复大陆居民赴金门旅游 促进产业复苏 经济发展 据悉 参访团将于8月24号离开北京 金门旅游业 金门旅游举 相关行与